男子緊盯起樓下呼呼大睡的罪漢 趁對方沒有醫師時 蹲下去翻找包包 大肆搜刮罪漢身上財物 接著隨即逃離現場 一個小時後 另一名單車男也跑來干洗 一共被洗劫32萬元財物 警方巡線逮捕兩人到案 發現這名推車的石荒老人 背景很不單純 干洗主嫌犯就是13年前 犯下震驚全國 求小妹人求案的父親 把親生女兒打到昏迷後送醫 卻遭到醫院踢皮球 最後不幸腦死 警方是回到住家待任 他還打死不願承認 變成翻找包包 是為了找證件 送被害人回家 我當時看到的情況 他是人是轉過來的 一些他的包包的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抖開來這樣 曾經被函當時與朋友 在附近聚餐 結果沒想喝了太多 不幸醉倒在路邊 而兩名犯嫌就趁著被害人 意識不清的時候 對他洗劫一空 12號凌晨3點多 台北復興南路上 澄清被害人連續遇上 兩名不同的賊 害他損失陷進10萬元 身上2萬元的皮夾 和20萬元名表 也不翼而非 沒想到這回邱小妹父親 家界推車在路上行走 其實是在物色獵物 喝酒喝到半夜 還滿嚷嚷在那邊吵 那時候真的頭很痛 進去我們大家都很痛 大家都看 邱小妹橫復不改本性 老是惹是生非 讓鄰居敢怒不敢言 事隔13年竟然又因為 乾洗路頭醉漢 讓自己再度登上媒體版面 記者劉氏委王千玲 台北報導